容獲國際七大獎項的紀錄片 自由中國 有勇氣相信 日前在台南成功大學舉行電影預映會 包括紀錄片導演陳玉清等與他人到場做台 要讓更多學生了解真實在大陸發生的情形 紀錄片自由中國 從美意華商李祥春博士 和前中共黨員曾珍女士的親身遭遇 交織出中國法輪功學員 至今還在遭受迫害的血淚史 歷時一個多小時的影片 師生滿身受感動 這個影片以後 感覺很難過 因為在中國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並且同情這些人 國際特赦組織台湾分會前副理事長 紀錄片導演陳玉清 和去年到中國遭中共國安非法拘留 長達一個半月的 台灣法輪功學員鐘鼎幫 也到場和觀眾進行對談 我希望能夠以我自己親身的經驗 來跟同學分享 關於這個影片所要傳達的 以和平的方式 在這個不公平的對待環境下面 如何來爭取這個信仰的自由 這是人性中最可貴的部分 其實我們應該盡量協助散佈這個真相 因為真的現在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能夠來南部 跟同學直接面對面的分享 讓他們瞭解這個真相很重要 內心的震悍滿大的 畢竟有親身經歷過的人 來這裡為我們獻聲說法 那我們可以更瞭解事情的全貌 自由中國紀度片在成大校園內 一週連播兩次 共有120多位學生前來 也讓學生了解到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真相 喚起更多人關切 目前在中國發生的真實故事 新唐人有的電視 謝竹芬 張芳倫 談判談談採訪報導